好再次这个欢迎所有的朋友回到这个培训的现场 我现在在荧幕上看到很多这个刚才参加这个事业说明会的朋友 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 那都有一颗学型的心现在还留在现场 那今天呢我想为大家做的这个培训呢 就是创业的三大组合 我想呢我要用一个这个商业的这个角度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行业 如果你自己或你周遭的朋友想要创业的话呢 让我们来很客观的看看到底创业是需要哪三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主因 那在这个培训呢的第二半呢 第二个这个第二段呢 我想用这个很客观的方法 如果你今天同意我给你所分享的这个三大的原则来创出成功的事业 那在杰斯这个平台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杰斯也符合我们所说创业要有比较高的成功的这个机率的这个组合 那创业有三大组合 我想这个每一个人都会在不同的行业可以看到这三个原则 其实是就几乎是universal是全世界哪个行业都可以是用在这个组合 把这个荧幕叫出来 请大家稍等一下 OK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人 因为这个事业不能有人的话呢 就像这个一个房子里面没有住人一样是空洞的 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要有本人 那第二个要有的因素就是要有本钱 那第三个当然你要有本事才可以成为成功的老板 所以呢我想你看看这个世界上不同的行业 我想呢要创业基本上是离不开三大的要素 本人本钱本事 或者我们就把它叫做是人钱跟方法 那在这个三大组合呢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其实每一个创业一定要有这三样 缺一不可 但是他们三样的三个要素的重要性呢 却是大大的不同 在里面来说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 其实是人 最不重要的其实是钱 那方法呢当然就是看看有对的心态 对的这个欲望的时候呢 当然方法自然呢就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你 所以这个三大组合的重要排行榜 再一次三个一定要有 可是最重要的呢其实就是要有人 对的人 第二个要有什么样 对的方法 第三个其实钱是最不重要的 怎么说哦 我想我们看到很多人呢 在这个创业哦 不管是哪一个行业 其实呢很多人有钱 但是他没有对的人 就是他心态不正确 或者他没有人教他用对的方法 或者他自己本身经验不够 所以你就算有钱 可是没有人跟方法 最后创业还是以失败来收场哦 我想这是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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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其实每天都有人在创业 可是呢当不对人不对钱的时候 你再有钱钱还是可以赔光的哦 那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其实是人 人是会决定创业的成与败 所以呢这三大组合呢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什么 你想要成功 重点是你准备好了吗 OK 所以呢我想这个大家到目前来讲呢 应该都是很能够同意 这个三大因素可以符合不同的行业哦 那这个我常常告诉这个朋友哦 其实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在我在讲杰斯这个平台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来 稍微再分析一下哦 人指的部分是什么 我想人指的就是 有没有对的态度 对的心态 对的想法 对的性格 那有了对的性格 还要有什么 你需要有能力 在这个这个有你在传统的行业呢 你需要有能力 好能力强 可是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个 在这个传统的行业呢 其实一定要有正确的心态 跟要有很强的能力 才可以在这个行业成功哦 那再来呢 方法当然啊 其实传统的行业呢 啊没有方法 其实就算你扎 再多的钱去投资哦 也是很困难的哦 所以我们为什么看到 常常有新兴的行业餐厅啊 服装店哦 开张很热闹 可是呢 他没有经验 或者他没有了解这个行业 到底是不是一个趋势 所以很快的就是以什么 以一个收店的一个结尾呢 来做收藏 其实是很可惜的哦 那这个 我们来看看在杰斯哦 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看看杰斯 我觉得杰斯这个创业平台哦 当然一样三大要素都要存在 第一个要加入杰斯 成为杰斯的创业伙伴 第一步就是你要有钱 可是好消息是 杰斯所需要你投资的钱 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一个商业的套装 差不多在美金一两千块钱左右 你就可以为自己 开始一个有效率的创业平台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梦想有创业 可是你不愿意去购买这个套装 对不起 你没有办法创业 就像你今天要去上班 你要去应征一个工作 有没有投资 也有 你可能要花钱去买一套西装 买一套漂亮的衣服 把自己打点好 给老板给应征者一个很好的印象 这就是投资 所以在杰斯同样的 你加入了会员 选择了一个套装 就是你的什么 就是你在杰斯的一个门票 可以进来享用 这最新的高生物科技的产品 代理这些产品 还有怎么样 能够享有公司为我们架构的硬体软体 所以呢 在杰斯 这个第一步就是要投资金钱 好消息是 这个金钱跟传统行业投资的比例 实在是天 就是白天跟晚上 你不需要花几十万几百万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货币来衡量 去投资一个生意 在杰斯 就算你做了一个一年的套装 其实就是美金 两三千块美金 可是能够给自己一年的时间来享用杰斯的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创业平台 所以在杰斯呢 其实钱很容易解决 因为投资不大 其实在传统的行业 大家都知道 其实你有这个欲望 你看准的这个趋势 就算你没有钱 我想你一定 如果你的欲望够强 你会去想办法 可以去跟银行做商业贷款 或者跟亲朋好友借 那在杰斯这个平台 我想呢每一个人 如果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相信杰斯的这个门票 这个投资的这个套装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负担的 至少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想办法解决 如果你有欲望的话 你就可以怎么样 踏出在杰斯平台创业的第一步 那再来呢 杰斯的人是谁 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有没有这个欲望想要创业 再来呢就是你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你的团队 这也是会决定你创业的成功的高跟低 所以呢在杰斯我们很很高兴 杰斯这个有一个由金会创造出来这个系统呢 这个带领我们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杰斯这个全世界 还有经由这个公司的这个创办人的这个协力的努力呢 我们在全世界呢有很多这个啊 像举例来说这个香港的这个杰斯大学 或者是公司每年的这个年会 或者每一个地区的这个啊区域的会议呢 这都是怎么样 很好的这个系统 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怎么样 带着自己团队的人一起去学习啊 那我想现在公司这个啊 这个啊人数越来越多 经销商啊越来越成功 像每一个团队呢都会有他自己的方法 跟自己的这个培训的这个带领的过程啊 所以呢你只要跟对了团队 我相信呢跟成功的人在一起 你一定会怎么样 跟成功人一样会有同样的这个结果啊 所以呢在杰斯创业的平台 第一个你有没有强烈的欲望 还有呢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在杰斯做这个生意啊 我想既然我们是人的生意 其实心态非常的重要 你有没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心态 而且呢在杰斯这个平台啊 因为你整天都是跟怎么样 跟你的这个伙伴们来做沟通 所以我常常鼓励每一个人啊 其实在杰斯啊 这个你要有一个正面的心态 还有其实啊观察要敏感 可是对于别人说的话或动作 其实要比较不敏感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呢我们每天听到不同的话语哦 不同的教导 可是我觉得呢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样 有这个能力去怎么样 去只吸收正面的话鼓励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你才不会把自己困住 我常常有时候这个 现在这个啊跟全世界不同的伙伴做沟通哦 我有时候觉得其实啊有些伙伴他们的能力非常的强 来自全世界很棒的公司很棒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背景哦 可是呢我觉得有时候还没有办法跳出来啊的原因呢 可能是就是困在自己的心态 常常为了一句话或者伙伴的一句话呢来困扰自己 那我觉得既然杰斯这个平台每一个人都是老板 每一个人就有这个权利选择什么 选择听正面的话选择跟正面感恩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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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喜欢创造这个和谐平台的人在一起 所以这个掌控权其实是在一起的啊 所以呢有时候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每一个人啊心态很重要 我我我我常常听伙伴来分享啊 他的伙伴告诉他为什么他不理他 为什么他没有啊没有跟他在一起 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在杰斯 如果你要把他当做一个生意平台来看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如果你把你的时间每天都去思考 他跟不跟我讲话 他跟我说些什么 在这个平台你是没有办法做成功的 其实真正在杰斯业绩好的领袖 你可以看看他会把时间花在哪里 花在帮助别人成功 帮助团队成功 所以呢在杰斯 其实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呢没有办法控制别人 可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杰斯要做到业绩成功 还有要做到做人成功 我想是我自己跟也希望每一个朋友 都希望把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标杆哦 不止我们要业绩成功 我们要有这个平台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呢我们要有这个回馈的心呢 去帮助更多的人在这个平台来成功啊 那第三个 在这里在杰斯创业的平台 我觉得最难能可贵 跟传统行业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方法 今天不管你有没有做过生意 有没有口才都不重要 因为杰斯这个平台 还有加上你自己的系统的领导人 会为你提供成功的方法 所以杰斯这个创业平台 是不需要有经验 不需要过去曾经做过类似行业的朋友 举例来说我自己 还有我团队80% 都是没有碰过这个生意的朋友 可是如果他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他愿意照着系统 照着这个公司的方向前进的话 其实成功是绝对是绝对是肯定的 跟这个传统生意不一样 如果今天我想要开一家餐厅 我还要怎么样 还要曾经在餐厅打过工 知道餐厅的整个流程 我一定要有经验 还不能保证我会成功 可是在杰斯这个平台 你只要有一个欲望 想要成功的欲望 其实杰斯这个平台 是人人都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平台为自己创造财富 所以我希望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简单客观的分析 我相信今天已经在杰斯决定要成为经销商 把杰斯当做一个生意来经营的朋友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感到非常的骄傲 跟感恩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有别于传统行业的平台 投资不大 又能够怎么样 我们自己能够有这个控制的能力 选择跟成功的人成功的团队 一起在一起打拼 还有我们会跟着系统跟着公司 把这个学习不断的学习 吸取别人成功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自己 来创业能够制造出来成功 所以在杰斯这个创业平台是任何一个人 只要想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平台 创造出一个不平凡的成绩 那我想在最后 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在创业 其实你可以选择行业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所有创业 你可以把这个不同的行业分为两大类 第一个就是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未来 有没有希望 是不是一个符合趋势的一个行业 那另外一个行业什么 当然就是细阳西下的行业 就是你明明知道在几年以后 这个行业其实是不热门 不热衷 不是大家所感兴趣的 所以很简单 如果要创业 如果你选择的行业是一个跟着趋势走 在几十年之后 几年几十年之后 你都知道是符合潮流 符合大家的需求 都是大家争相要怎么样 要追求的方向 这样子的话你选择的是一个符合趋势的行业 那要在这样子一个符合趋势行业成功的人 唯一要的条件就是坚持 因为这个行业绝对是越做越好 你只要不要自己提早说no 提早去放弃的话 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向阳的一个趋势的这个行业 你绝对会成功 给自己好好一两年的时间 跟着系统 跟着成功的朋友来学习 你在这个平台一定可以为自己创造一番夹击 那反之如果今天我们选错了行业 选错一个夕阳西下的行业 举例来说好了 读这个杂志报纸以前是平面的 现在都是属于电子的 所以电子的杂志 或者是这个ebook 就是一个符合趋势的行业 因为以后的方向是如此 可是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一个平面 就是已经明明知道是越来越少人来使用的行业 你能不能成功 还是可以 可是你的时间就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 在这个行业还没有没落的时候才可以成功 所以你这样子一比较来讲的话 当然每一个行业都有人成功 有人失败 每一个公司都有人成功 都有人失败 前提之下就是你自己的心态 你自己的方法 但是如果今天你选对了公司 选对了行业 选对了团队 你当然成功的几率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大 所以我想希望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培训 能够鼓励我们在线上每一位朋友 都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要好好经营结识这个事业 你只要抱着怎么样正确的心态 跟着公司跟着系统 还有跟着你的团队去正面的运作 我想其实成功是一定的 只是你要多快成功还是多慢成功 取决于你要付出多少时间 所以我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线上来自全世界所有的朋友 今天参加留下来我们特别的培训 也很高兴希望在下个礼拜能够在泰国的年会 见到全世界很多的朋友听到你成功的故事好吗 好那这个谢谢各位的朋友 在亚洲呢 现在已经是weekend了 所以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 那在这个洛杉矶的朋友 现在已经是午夜11点 所以可以好好的休息 准备上床睡觉 好再一次谢谢大家 那祝大家在节识这个平台 都可以找到自己所想所要的 拜拜 拜拜